话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伊万卡算是活通透了 上个月当76岁的特朗普正式宣布 决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 曾经最支持父亲的伊万卡却表示要回归家庭 不打算参与父亲的这次竞选活动 或许虽然嘴上不说 实际上特朗普可能对女儿很失望 曾几何时女儿伊万卡就是自己 最有说服力的拉拉队长和辩护人 在总统竞选期间当特朗普口无遮拦乱讲话 在女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时 伊万卡总能站出来为父亲仗义直言 很多女性认为如果她有伊万卡这样的女儿 她一定是做对了什么 连特朗普最大的政敌希拉里也不得不佩服 特朗普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好女儿 然而当特朗普决定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夺回总统宝座时 她的秘密武器伊万卡却撂挑子不干了 岂能不让老父亲失望 虽然纽约检察院的白痴检察官呢 发誓要对她立案调查 这些折腾自她卸任以来就没有停 稀过 但在特朗普看来 这不就是活着的乐趣吗 生活的乐趣 归根结底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斗争 生一场如此 政治更是如此 与人斗其乐无穷 哪怕众叛亲离也要一往无前 不过这只是这个硬和老男人的想法 伊万卡不一样 拒绝了父亲之后 伊万卡就跟老公库什纳一起 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开始了休假之旅 先是飞往埃及一家人骑在骆驼上 开开心心的打卡尸身人面相 和金字塔等著名地表 接着他们又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 大喊助威 赛后还找到法国队足球神规姆巴佩合影 签字留念 任性的玩了一圈回到美国之后 又被媒体拍到 伊万卡一家开开心心的去看心房 这是一座位于麦阿密海滩 印第安西岛上的海滨豪宅 占地1.3英亩 加上装修价值近2亿元人民币 这可是被称为亿万富豪地宝的专属岛屿哦 夫妇两人2021年4月豪指中金 出手购买这座豪宅后 开始了装修 目前马上就要竣工 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 脚踏平底芭蕾鞋的伊万卡神清气爽 跟老公和三个孩子高高兴兴去看心房 总之 最近看到的伊万卡 跟以往那个被四年白宫生火 搞交了的总统高级顾问话风截然不同 这个曾经的第一女儿如今算是彻底放飞了 她已经不止一次被看到 在尽情享受生活 穿着高腰黑色泳衣在海上学滑水 带着儿子打棒球 不得不说41岁的伊万卡身材保养得相当好 没有一丝坠肉穿得清清爽爽 加上超模般的身高 即便退去第一女儿的光环 在一群孩子家长当中还是相当引人注目低 总之 开开心心 是最近看到伊万卡一家后想到的关键词 这位曾被媒体给予厚望 将是冲击第一位美国女总统宝座 最有利人选的社交名媛 如今却要喜去千华 回归家庭 她一定是经历了什么 没错 2022年对伊万卡来说是艰难的一年 先是年初 伊万卡被拉到美国国会面前 要她对两年前老爸特朗普总统大选失败后 国会山暴乱发起的调查 接受传唤质询 之后便由伊万卡听证会爆猛料 特朗普妇女决裂等各种传闻喧嚣尘上 让她心力交瘁 毕竟特朗普在位时 伊万卡是总统高级顾问 总统的任何语取行为 特别是当这位总统还是自己的亲爸时 伊万卡肯定脱不了干系 如果一旦定罪伊万卡 也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必有牢狱之灾 因此也让伊万卡感受到了政治的残酷性 今年7月 伊万卡73岁的母亲伊凡娜 在纽约豪宅中摔下楼梯 不幸促使这对于跟母亲关系亲密的伊万卡来说 无疑是沉重打击 伊万卡在母亲葬礼上至死时受毒泪崩 伊万卡的母亲伊凡娜 在伊万卡的成长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她本人也是一位独立要强自信自尊的女性 所以人们常说 伊万卡的优秀跟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 也正是突然失去母亲 让伊万卡真正觉醒 感到生命无常世事难料 人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也促使她想要好好珍惜当下 珍惜身边人 然而祸不单行 很快又传出噩耗 她的老公库什纳确诊的假装腺癌再次复发 都是自己最爱的新人却接连遭遇不幸和痛苦 怎能不让伊万卡心力焦脆 萌生退役 后来她还被拍到在迈阿密 街头接到丈夫哀症复发的电话 提起横流立即崩溃的时刻 镜头中的伊万卡也是身形报首 不久 库什纳接受了第二次假装腺手术 据说术后恢复很快 才让伊万卡悬着的心放下 开始享受安静的居家日子 也正是自己的两位至亲 接连遭遇不幸 让伊万卡更加懂得名利虚华 都是表面上的光心 毕竟名利体位 对于这位一出生嘴里就闲着金汤纸 求学时代都在享受着最高质量的教育 成人后过着纽约名媛生活的富三代来说 并不匮乏伊万卡貌似什么都有 还特别努力 她不仅辅佐父亲担任家族企业的副总裁 年纪轻轻的时候 还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尚品牌 依然是一名冉冉生起的女企业家 特别是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后 作为第一女儿的伊万卡社交 圈子和活动舞台得到了进一步升级 她本人彬彬有礼 又目标清晰 光芒万丈 又谦逊温和 可以说是向着守卫女总统冲击的好量 然而经历了世事无偿之后 聪慧通透的伊万卡终于误出 事业可以再来金钱 可以再挣总统 也可以再选 而孩子的成长期却一生只有一次 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丈夫患病也正是最需要自己陪伴的时刻 况且母亲在73岁 并不算很老的年龄骤然离世 让她意识到母亲在是十字极 并没有抽出时间多一些陪伴 也正是特别害怕再有这样的终身遗憾 她也毅然决定退出政治回归家庭 伊万卡在决定不参与父亲总统竞选之后 曾发表声明说 我非常爱我的父亲 但这一次 我选择优先考虑我年幼的 孩子和我们作为一个家庭的私人生活 我不打算参与政治 看来福华万千 还是家人最好 谢谢大家